在美軍明天撤離進入倒數之前 看起來雙方面的互相攻擊 就情勢可能會怎麼去演變 是 我想這個攻擊是絕對不會去停止的 那換言之 當然對富羅山 伊斯蘭國來講 他當然知道美軍的強大 可是他今天只要突顯到 我只要攻擊 攻擊 我要架成一個最大的一個政經效果 然後要告訴大家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所謂富羅山 伊斯蘭國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同意的話 那麼阿富汗是永遠不會平靜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在這個前兩天 美國國土安全部 他的情報分析辦公室 他提了一份的一個 所謂的威脅分析報告 他指出來 美國現在最擔心的三種威脅情況 第一種就是因為這個ISSK 就是富羅山伊斯蘭國的 他的攻擊 會號召全球的激進份子 不管是國內 國外的 那麼在各地區 可能開始就會去效法去攻擊 因為富羅山伊斯蘭國的攻擊 他是彰顯說 我才是正統的聖戰 而且這個就當初伊斯蘭國成立 他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所以他會擔心這個是第一個威脅 第二個威脅就是會擔心這個美國的 這個國內的本土的這個所謂的成長的極端主義分子 他們會效法 效法他會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他們就直接的用更多的到了這個所謂的阿富汗去作戰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他們在本土裡面發動攻擊 這是美國擔心的第二個威脅 那第三個威脅就是對那些白人至上主義者 因為美國這次接受了這個所謂的十一萬四千四百的這個所謂撤出的人員到昨天為止 那麼裡面只有五千五百個是美國人 那換言之有將近十萬的人是阿富汗人 那麼對白人至上主義者來講 所以美國是不是能夠馬上把他們送到這個所謂的美國國內 然後對這些白人至上主義者 他可能就會去攻擊他們 所以這是第三種威脅 除了第三種威脅之外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威脅 美國雖然撤出了這麼多的一些所謂的 濫民好或者說今天是個值得同情者 可是他們本身是不是真的就這麼清白 他們會不會有混入一些所謂的激進分子 或者已經是換過身份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事實上美國都認為這樣的威脅是持續存在 因此今天的這個戰場 他不會只是在阿富汗 那美國現在最擔心的 事實上美國最要防備的 就是在國內的這個所謂的戰場 而且美國在這個機械會議 雖然他沒有公佈 但是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的情資 美國也都已經警告了 這些所謂的歐洲的國家 包括美國的盟友 那麼類似的攻擊一定會發生 那只是什麼時候發生 那再回過頭來講 那塔利班今天塔利班是會配合 像剛才我們的瑞德兄提到的 塔利班是OK 可以跟這個歐盟國家達到這個所謂的協議 塔利班當初他這個 就算他建國 就是他當初主權好了 一九九六到二零零零零零零 事實上只有三個國家承認他 巴基斯坦 沙烏地阿拉伯 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那這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掙錢事實上是不被他所承認的 因此他的資源相對少 更何況是九一攻擊完畢之後 聯合國成立一個塔利班制裁委員會 就專門制裁這個塔利班 所以塔利班勢必在這個未來的這幾天 這這這這這半年之內 他第一個他必須要去協調 他本身各個不同部落軍閥之間的這個融合 然後組建聯合政府之外 他最麻煩的是要怎麼樣跟這些 當當初跟阿斯友好的激進組織之間的 所謂的激進派不是溫和派 怎麼樣再做一個更好的溝通 否則的話呢 這個攻擊是不會停止 但是呢 有一點是可以發現到的 就是因為這個制裁是潛在的籌碼 所以塔利班不會不去配合 那但是呢 會配合到什麼程度 或者說他今天在表面上是配合 可是到底有沒有能力去執行 所以就在於說 不僅是要跟軍閥妥協 而且還在跟這個所謂的激進派的 內部的派系去妥協 然後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就是巴基斯坦扮演的角色 巴基斯坦扮演角色 因為這次的撤軍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巴基斯坦的角色 事實上美國參議員 共和黨參議員最近才提到 他說我們要感激巴基斯坦的 提供的協助 因為有七千多人是靠巴基斯坦 那剛才我們的這個瑞德兄 提到了這個美軍的這個情報 那事實上呢 美軍雖然不滿巴基斯坦 在某些事情是隱瞞 可是像這件事情上面 我認為三軍情報局 他可能提供情報 特別是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間 有個哈卡尼網絡 這個對於這個所謂的 伊斯蘭國來講 也是一個死對頭 那麼他們今天對這些所謂的情資部分 我認為美國中情局在阿富汗 生根二十年 一定會有某種情資的交流 那另外還有一個美國最厲害的 叫AABIS 那什麼叫AABIS 就是美國從這個進攻阿富汗 然後在二十年 他二零一一年 他成立一個最大的一個 所謂的阿富汗生物辨識系統 自動辨識系統 那麼阿富汗生物自動辨識系統 然後到這個所謂的二零一九年 他已經達到了兩千五百萬的 這個所謂的紅膜 然後這個所謂DNA 都在那個資料庫裡面當中 所以今天對美國來講呢 今天是看他要不要去動作 那麼他的動作 他當然在情資方面 基本上來說他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今天我們會比較擔心的就是 今天美國在精準打擊方面 是沒有問題的 換言之我在戰術方面 就像剛才我們瑞德兄講 殺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美國對於這個 所謂的根源的處理上 他是沒有辦法的 那麼根源處理上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不能夠戰術反恐 我們必須戰略反恐 也就是說我今天不能夠殺個恐怖分子 我製造十個恐怖分子出來 那麼在今年六月份聯合國一分報告 會讓我們更擔心 那麼擔心什麼呢 就是說發現到從這個所謂的中亞 北高加索還有巴基斯坦 包括新疆 大概有八千到一萬的 這個所謂的激進分子 已經進入到了這個阿富汗 所以會擔心這個 因為大家認為一直瞧不起這個富洛西蘭 伊斯蘭國 因為他 SSK 對 就是他不是一個角 他不是一個color 可是問題是這些將近一萬個人 如果真的是將近一萬人 因為他擁有黑術 進去完畢之後 他如果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ISSSK他合作的話 那麼他的力量 就可能不能小叙 而且再加上一點 因為現在在敘利亞的戰事 還沒有結束 那伊斯蘭國基本身他還有經費 如果這個經費再溢入進來 再溢入進來 然後呢 那麼再透過這個蘭格哈爾省 一直在他們這個ISS 可以掌握之下 他裡面就有兩個可以賺錢的東西 一個是毒品 一個是人口販運 那這兩個部分呢 可能對他財運資助完畢之後呢 他就更容易好找大家 去那邊去做作戰 所以整個一個情勢來講呢 當然塔利班一定會配合西方 因為他解除聯合國的制裁 他要正常發展 這是必然的 但是會延續到什麼時候 不曉得 還有他的人力 會到什麼程度 不曉得 第二個就是整個一個來講呢 阿富汗的整個一個 安全的形勢裡面當中 不是阿富汗自己一個解決的 也不是美國 中國俄國可以解決的 而是他周邊鄰國 巴基斯坦跟印度 還包括伊朗 怎麼樣能夠去配合 因為裡面的那些 所激進組織的派系 裡面盤中錯節 然後友好又反對 友好裡面當中又有反對 反對面又有友好 所以他錯亂在一起 因此今天你沒有辦法一刀切 千斤待固 所以這就是他的動斷的根源 即使今天我在原力的打擊 可是你會說我不夠努力 為什麼我不夠努力 不是我不夠努力 是因為他總共又分出一個派出來了 所以他這個形勢上 事實上他會慢慢的 我想在這個配合西方的要求之下 基本上來講 他都會去符合他們一些的做法 請抵述 我想請抵述